请问经期喝冷饮为什么会痛经 而喝温水或者热水会比较舒服呢 冷饮对身体无害 那么冰呢 像外面卖的冰 不是自然冰箱节的冰 请问生理期能不能喝冷水 可以的可以的 不管你是经期 你也可以喝冷水的 从我们我知道说 在东方的一个国家 他们可能会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去喝温水 你可以喝冷水是不行的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 那至于说你的舒服度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冰的话 不管是外面制造的冰 家里的冰 只要是干净的冰 都是OK的冰 最重要的只是一个干净度而已 你吃冰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 也不会有影响的 就像我在说的 它只是一个舒服度而已 如果说在经期的一个时间的话 对于某些女人来说的话 她说我来一个热的东西 放在我的肚子上面比较舒服 那你就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跟你喝荆棘 你说喝冷饮 OK 是不是有任何的一个差别 会不会有害呢 那倒是没有的 OK 所以这一点 你倒是是不用担心的 再来另外一点 就是说呢 有一些人他们会说啦 你坐月子的时候不可以喝冷的啦 这个也都是可以喝冷的 冷水冰水 绝对要比热水要好 OK 温水当然是最舒服的 也没有问题的 温水绝对是很好的 但是热水就不是很好了 东方人喜欢喝很烫的东西 很烫的东西呢 比较容易让你得到食道癌 胃癌 OK 所以呢 很烫的东西最好是不要 OK 那到底几温度 就我们就会数于是比较烫的呢 60度以上 我们就认为是比较烫的了 OK 60度以下的 OK 只要温一点点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说我喝冰的呢 会不会有问题呢 不会有问题的 你只是有一些人呢 喝了冰了以后牙齿会酸 OK 你会觉得是说不好 或者是你喝了冰了以后呢 你觉得好冷 那会不好 那是OK的 但是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那倒是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